韓庚是前Super Junior M的成員 受歡迎程度有多高,真的不需要多說 他這兩年也進軍了電影圈 而且每一次都是擔正做主角 真的多少人肯都肯不到 你也懂得說,韓庚人氣很強勁 電影廣告自然就會吸引你 而說到電影方面,韓庚都說自己是初歌 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,例如傳魔角色方面 這一套關於新海革命的電影舉行首映禮 一眾演員包括韓庚、胡彥斌和田亮都有出席 胡彥斌近跡場同戲中女主角聶梅 一起獻唱電影主題曲《養母的愛情》 戲中另一演員韓庚就飾演孫中山的左右手胡漢文 他表示拍攝的時候覺得壓力很大 壓力挺大 壓力 對,因為去扮演一個活生生的歷史人物 所以我現在畢竟很年輕 所以閱歷不是很多 扮演的時候也不是特別的讓自己滿意 所以有時候在拍戲的時候 導演一直也一直看到我說輕鬆 正因為自己閱歷不足 所以為了將勤補絕 韓庚就上網看了不少資料 希望了解多點這個歷史人物